台六都市长昨27日首度出席台当局行政院会民进党2015年风光不载 中国台湾网12月28日去据台湾中国时报报道 岛内九合一选举开启蓝绿政治版图 六都市长昨27日首度出席台当局行政院会兰营北中南大姐 2015年陆营四都首长风光出席行政院会的场景不在 取而代之的是北神探新北市长侯友宜 中燕的台中市长卢旧燕南菜范高雄市长韩国瑜 新首长要前要建设陆营2020执政保卫战岌岌可危 2014年九合一选举之后同样是六都市长首次出席行政院会 当时高雄市长陈菊带领桃源市长郑文菜台中市长林嘉龙 台南市长赖清德等走出行政院 花妈陈菊走路有风霸气十足留下历史镜头 2015年陈菊帅赖清德 郑文菜林嘉龙等直辖市长不出行政院 意气风发陈菊 当时向蓝营执政的行政院长毛治国喊话 希望台当局与县市的分权 不应是分立与对抗 而是分工与协调两年后 民进党宣告完全执政四年后 蓝绿主客一位新六都市长所出席行政院会 原来四绿一蓝一白行事 变成三蓝二绿一白 此消彼长民进党气势大不如前 郭敏党北有侯友宜 中有卢秀燕 南有韩国瑜 他们一并出席行政院会时 赖清德主动屈前握手 执意民进党籍的陶原市长郑文菜 与台南市长黄伟者则相对低调 媒体关注的焦点 全在韩国瑜及侯友宜 向赖清德争取县市建设 跟统筹分配税款 六都新任市长27日首次出席行政院院会 会后 卢秀燕 侯友宜 与韩国瑜在行政院门口交换意见 这种情况不仅出现在六都 2014年 陆营 共囊括13县市 蓝营只有6县市 五党籍有3县市 但在2018年 蓝营获得15县市 陆营只剩6县市 五党籍有一县市 换言之 在六都以外的小联盟中 蓝营 有12县市的执政权 陆营只有4个县市 百当幅度之巨 令人跌破眼镜 更别说 在议会中 蓝营还拿下19席一掌 陆营仅保住嘉义县一席一掌 报道说 2018选战一举突破传统政治北蓝 南绿国民党跨越浊水系 重新取得魁为20年的高雄市 执政权蓝营执政总人口数 达到1450万人 陆营执政的人口 数仅600万 还不到一半民进党 在大选后 民意支持度跌落至新低 台当局面对频频禁逼的县市首长 未来执政压力必然倍增 中国台湾往李宁